关于公平与效率,我觉得这也是资本市场的一个基本问题。 我理解在公平交易,合理定价,充分竞争,这样的一个条件下来高效的配置资源,促进高质量的发展。 这样资本市场才能够有持久的生命力。 但是由于市场的参与者不同,大家在资金、技术、信息等等各个方面都有很多的差异。 那么监管者就要特别关注公平问题,要把公开、公平、公正作为最重要的市场的原则。 在我们这样一个中小投资者占绝大多数的市场里面,更是这样。 所以保护投资者,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,是证监会工作的最重要的核心任务。 可以说没有之一。 这也是资本市场监管工作的政治性、人民性的直接的体现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